OK 那我們剛剛把超音波講 我們現在要來講最後一個醫學隱腔的技術 也就是磁共振造影 Magnetic Resilance Imaging 其實磁共振造影是我本人自己在做的東西 那所以我跟它其實是比較熟悉的 那比較熟悉並不代表一定會講的比較好 因為常常動不動就會想要講到比較深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磁共振造影一向都講的不是特別的好這樣子 那此外磁共振造影來講 相較於其他的這些影像機制來說 其實磁共振造影所需要的基本的背景是比較複雜的 它需要一些基本的量子物理 還有一些工程上的訊號處理 各方面的知識還有一些生理上的知識 才能夠比較知道它的一個成像的原理 所以其實在所有的入門的門檻上面 其實MRI的難度是稍微高一點點的 所以也給各位一點點心理準備 那今天只剩下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大概不會有機會把它全部都講完 但是我們會先起一個頭 讓大家知道磁共振造影裡邊的訊號的來源是什麼 那個磁共振造影這個研究 其實也是在20世紀才開始的 那大概Roughby其實這個研究的起頭是在做 不是做影像 而是在做一些原子結構的研究 OK 所以這個是在化學系裡邊 所謂的Nucle Manicic Resonance 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核磁共振頻步 物名思義啊 它其實就是在研究不同原子核 所產生的一個磁性的特性 只是我們在這個研究磁性的特性的時候 我們利用到一個物理的一個現象 叫做共振的現象 OK 那大致上來說呢 就是今天的 原子核的結構不一樣 或者是 間接的結構不一樣的時候 它其實會影響到這一個共振的特性 所以我們只要去觀察這個共振的頻譜 我們大概就可以去知道這個化學的結構是怎麼樣 OK 換句話說你不需要真的去看到這個原子核的結構 因為我們現在也知道其實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們可以推測出它的這個見解的現象是怎麼樣 OK 那這邊兩位學者 一個是Block 一個是Persure 這兩個大概建立了整個研究的一個 最基礎的一個物理模型 所以他們的貢獻大概在1952年的時候 拿到諾貝爾醬這樣子 所以這個研究大概是在193、40年代才開始的 所以相較於其他的醫學影像來講 這是比較沒有那麼早的 不過也沒有說多驚奇就是了 不過這個一開始都僅止於這個化學系 化學系或物理系這樣子的一些現象的研究而已 一直延伸到影像其實是已經幾十年之後 也就是到了1970年代的時候 Paul Audubour先生 他才使用了一個T2的磁場來分辨出兩個試管的一個位置 所以他的影像的實驗其實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要對兩隻試管做影像 以往都只有一根試管 現在他對兩根試管而已 那他發現他其實可以利用一些方式 把這兩根試管的訊號給分開 換句話說我們開始邁入了一個影像的一個階段 因為你可以知道這些訊號的空間訊息了 其實影像就是訊號在空間中的一個分佈狀況對不對 那他也因為這一個很著名的研究 就後來跟另外一個貢獻也是很大的先生 是Peter Mansfield 獲得2014年的Novel Prize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領域裡面也是蠻多人獲得諾貝爾獎不肯定的 好那我們說實共振造影 有人稱之為核磁共振造影 或者核磁共振掃描 whatever 他大概英文的那個名稱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最早的時候前面還會加一個Nuclear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所以有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翻譯的名稱是核磁共振造影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如果多加一個核的話 大概就會跟核磁醫學影像 那些核連在一起 所以都會覺得它是須有輻射性的 不過實際上呢 這個MRI它跟AlphaSun一樣 它是不利用高能的輻射線 來做影像的合成的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任何輻射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為了要避免這樣子的一個誤導 那所以在國外以及國內 我們都開始盡量在名詞的時候呢 少掉前面那個Nuclear 也就是核這個字 來避免誤會 不過因為這個MRI這個東西 其實在一般的民眾上面的 普及率還是很低 所以這個誤會好像還是蠻常見的就是了 所以我們上這堂課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對它有錯誤的理解 我先問一下 有自己有錯過MRI請舉手 自己或家人有錯過MRI請舉手 OK好 所以大家都沒有做過MRI 太好了 那這樣子我們一次可以讓多一點人認識也不錯 好那MRI這三個字呢 大概就是整個成像的一個 三個最大的重點 分別代表的是Magnetic 也就是具有磁性的 其實我們在量測就是原子核的磁場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所以Magnetic它代表的其實是訊號的一個來源 第二個Residence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物理現象 也就是在那些特殊的一些激發的條件之下呢 這些訊號會有共振的情形 有共振的情形才能夠讓我們去偵測到這個訊號的存在 OK 那最後一個image呢 就是說我除了能夠偵測到訊號的存在以外 我還知道它從哪裡來的 因為影像本身就是訊號在空間中的分佈的函數 我能夠知道這個函數的關係的話呢 我就可以獲得一張影像 也就是我們的磁共振造影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講述的概念上面的話呢 脉絡上我們就會一個一個來講 那今天呢 只剩下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大概只會講第一個部分 就是Magnetic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有 剛剛有提到這個研究的起源 其實是來自Magnetic Residence Nuclein Magnetic Residence 它其實是發現在原子核上面 可能是具有磁性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原子核會帶有磁性呢 我們先回頭來看一下原子核的這個結構 原子核的話呢 基本上是一些具有質量 具有電核的一些粒子嘛 對不對 其中呢 那些質量呢 它除了有具有質量 它具有那個那個磁性 有電核之外呢 它其實還會轉動 OK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以往我們都只有用質量數 或是原子區來瞄數原子核而已 但是其實它們就是固定在那邊不動的 它會一直轉 它會產生一些spin 有了spin之後呢 質量就會變成腳動量 電核就會變成磁場 或是我們把它叫做Manetic Moment磁具 那為了要簡化這一個情形呢 我們來看全部最簡單的原子核 也就是氫的原子核 氫原子核之所以最簡單 因為它只有一個單一的粒子 也就是我們的質子 質子上面呢 就是帶一個單一的正電的核 正電核 這樣子的一個強度 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單一的質子 或是就是氫原子核 在裡面做自轉的動作 因為我們知道電核的話 就會平均分布在這個質子的表面嘛 對不對 那既然它在轉動 它在運動的時候 就代表了 單位時間之內有電核的運動 那計算單位時間通過的電核 其實就是電流嘛 對不對 電流的定義就是單位時間通過的電核啊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正電核就會產生正電流 有了正電流之後 產生的電流 右手 按摩右手的定則 有了電流以後 就會產生磁場 所以 所以假設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的轉動方向是那個箭頭所示的樣子的話 它所產生的磁場就是上面這一個 長型的箭頭所指的位置 也就是每一個氫原子核都是一個小小的磁鐵 到這邊可以接受吧 只要它能夠自轉 只要它能夠spin 它就會產生一個磁鐵 所以它就會有磁場的小訊號 OK 所以每一個氫原子核 或是說每一個水上面的那個氫原子核呢 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磁場 那我們人體裡面有多少氫原子核 我們姑且不用先不要看其他的元素 我們看氫就好 為什麼只看氫呢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人類的體內有60%到70%是水 每一個水有兩個氫 對不對 除此之外呢 不是只有水才有氫哦 在蛋白質的結構 在脂肪的結構上面都有很多的氫 這些每一個氫都是一個小小的磁鐵 以銀墨爾的水分子 具有6乘以1023次方的個數來看 銀墨爾的水就是18公克的水裡面 就代表你含有12乘上10的23次方個氫原子核 因為一個水裡面有兩個氫嘛對不對 所以我自動乘以2倍了 所以這只是18克以後 你想想看你的體重是多少 百分之60 至少百分之60是水嘛對不對 所以換算一下 多少的重量是水 再乘上這個 摩爾數 所代表的這個個數 你會發現其實每一個人身上的 含有的氫原子核 其實數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每一個氫原子核 都是一個 manetic moment的話 那全部匯聚起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不可小虛的磁場 那為什麼只有氫磁王可以吸磁鐵 你不能 為什麼你不能當氫磁王 只有電影那個才能夠吸東西而已 OK 答案很簡單 就是在熱平衡的狀態底下 這些氫原子核 比如說這些小磁場 小磁曲的排列方向 其實是隨機分佈的 Brandon Distribution 既然是隨機分佈的意思 就是代表說當你數量夠多的時候 這個情形嘛 10的20幾次方到30次方這個scale 當你的數量夠多的時候 它就會全部抵消掉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完全 雖然每一個氫原子核都是一個小磁鐵 但是你完全感受不到 你沒有辦法發揮它的作用 OK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在 外加主磁場 外加一個很強的磁場的時候 會有所改變 因為這個外加的磁場 這個磁力線會通過你的身體 進而使得這些 氫原子核這些小磁鐵 都順向排列 當你的磁場越大的時候 順向排列的比例會越高 所以它就可以產生一個 近磁曲的核了 也就是說我們都有 這些小磁場沒有說 但是在不規則的排列之下呢 近磁曲等於0 全部都抵消了 可是如果你外加一個磁場的狀況之下 它很有可能會產生這個現象 那如果你能夠偵測這些訊號 隨著衛生的分布 那你 roughly 就可以知道 身體裡面水 分子 它在空間中的分布大概是怎麼樣子 OK 所以其實我們在MRI裡面 MRI裡面 所偵測到的這個氫原子核 大概有95%以上 指的是水的分布 水分子的一個分布 或者是氫原子核的一個分布 OK 那有沒有其他的這個元素 可以產生這個磁曲呢 不是每一個元素都可以產生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 譬如說以氧石流來講的話 它的裡面的直指數 跟中指數的 的樹木都是偶數 在偶數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發現它的spin的方向會相反 所以spin的方向相反就是呢 在同一個原子核裡面 你所產生的正向 跟反向的這個磁場磁曲 會完全抵消 就像這樣子的元素 你就沒有辦法產生 那個那個那個 magnetic resonance的一個訊號 只有在這種是激素的狀況之下 你才會有一個靜降量分 所以我們絕大部分的這個MRI 其實使用的是氫原子核 來產生的一個訊號 好 而且我們知道了 今天不只是那個 放著它就會有訊號而已 你還需要有一個外加的磁場 它才能夠產生這個磁鐵的訊號 不過你可能會想說 那是不是照完MRI 進去了一個很強的磁場之後 哇 那我所有的這些氫原子核 都順向排列了 這樣我就變成萬磁王了 不用擔心 其實不會了 因為如果會的話 再做磁力最強應該是我才對 因為我照最多次 OK 實際上 從你的外加磁場解除了之後 也就是你把你從那個scanner的環境裡面 走出來之後 這個磁場就消失了 對不對 磁場消失了以後呢 你的這些氫原子核 又會回到原本熱磁能的狀態 所以 隨機分布的狀況導致 並沒有近磁區的產生 所以就回復到原本的一個情形 OK 所以不用擔心 而且呢 即便是在外加強大的磁場底下呢 人體所能夠產生的磁場 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這微弱到底有多弱呢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數字給各位看 所以你其實不用擔心 OK 再者呢 你離開就恢復了 所以真的 它不會對人體造成太多的傷害 我們進去的是一個強大的磁場 不是強大的電磁場 OK 它是一個強大的淨磁場 所以淨磁場就是它的磁場大小 其實不太會隨著時間的變化 好啦 那問題來了 你剛剛不是說所有的氫原子核 都是一個小磁鐵嗎 那那麼多的磁鐵加起來 怎麼可能產生的近磁區會很小呢 這裡就 我們就必須要再深入的解釋一下 剛剛那個圖其實有一點不太對 這邊的圖會比較對 因為在考慮量子力學的那個 量子物理的這個概念底下 OK 我們量子物理告訴我們說呢 在外加磁場底下呢 這個氫原子自轉的方向會分成兩類 一類是屬於比較高能階 一類是屬於比較低的能階 它能階會分成兩個部分 高能階的部分呢 它所自轉的自旋的方向 所產生的磁矩呢 會跟外加磁場反向 也就是現在各位看到同影片裡面 紅色的這一群 OK 那如果是低能階那個部分呢 它就會產生一些順向的 磁群 也就是藍色這一群 紅色這一群的數量跟藍色這一群的數量呢 基本上它的比例會差不多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點差距 這個差距大概是多少呢 在外加1.5Tesla Tesla是磁場的單位 在外加1.5Tesla的磁場底下呢 它約列只會差 一百萬個 差五個 每一百萬個 也就是十的六四方的氫原子核呢 這些順向排列跟逆向排列的數量 只會差五個 換句話說呢 剩下的通通都抵銷了 它的訊號大概只有五個PPM這樣子而已 百萬分之五就是PPM就是plus per billion嘛 對不對 每百萬分之幾 所以就為什麼它的訊號其實是還蠻小的 OK 那這邊其實我剛剛講完以後 有一些東西我跳過去沒有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我們看到剛剛的提到這個磁場的單位 雖然我們電機器常常在學電磁學 常在碰磁場 但是我們對單位好像都比較沒有那麼在意 磁場 這個指的是進磁場的單位 磁場常用的單位會有兩個 一個是Tesla 一個是高斯 Ghost 其中Tesla的部分呢是SI unit 高斯的部分呢是CGS unit OK 再來呢一個Tesla 等於一萬高斯 所以高斯是比較小的單位 Tesla是比較大的單位 講了半天 1.5Tesla到底是多強啊 我們用一些生活上的例子來讓大家體會一下 你知道各位應該知道地球其實只有磁場 就是地磁嘛對不對 地磁大小是多少 在地表上面所測量出來的地磁的大小 大概是0.5高斯 0.5高斯 1高斯等於10的負四次方Tesla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1.5Tesla其實是一萬五千高斯 也就是 在你的磁場 市價的長度是地磁的三萬倍的時候 一萬五千高斯一個是0.5高斯嘛對不對 在三萬倍底下 你的差距只有只有五個而已 我們剛剛說過嘛 磁場越強 靜磁體會越大 因為它的數量的差別會越多 vibration difference是越大 那你已經磁場那麼大了 才差這樣子而已 再舉另外一個意思 各位應該有用過一些小磁鐵嘛對不對 有時候黏在白板上面的 有時候黏在冰箱上面的 有時候黏在冰箱上面的 你知道小磁鐵的那個磁場是多少嗎 通常是一定會比地磁還大 通常是幾個高斯 那有時候坊間有一些特別的店會販賣那種超級強力磁鐵 那個大概最多就是幾十高斯而已 所以各位知道一點我TESA有多強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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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的磁場 OK 好 那即便在這麼強的磁場底下 你每100萬個氫原子核也會只有多五個而已 這就是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剛剛說的 即便我丟進去了這麼強的磁場 那訊號還是不是很大 OK 那你現在臨床上來講 為什麼要用1.5高斯來當例子呢 因為現在臨床上面最常見的MRI的scanner 它的主磁場的強度就是1.5TESA OK 那也有一些比較高階的機種 會使用3個TESA的一個強度 比如說這個1.5TESA的兩倍 所以理論上來講呢 那個磁場越強 訊號就會越高 約略成正比 所以3TESA的訊責比 大約是1.5TESA Scanner的 約略是兩倍 不過這是一個大概的數值而已 好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那些數字 其實在後面的頭裡面都有提到 OK 1.5TESA其實很強 是畢磁的3萬倍 我們剛剛說人體引發值點很小 多小呢 在體表上面量測的這個強度 大約只有0.05高斯而已 這也是一個非常約略的數值 所以大概就是在這個scale 它比畢磁的大小還要小 OK 當你把你的人體裡面的氫原子 的視乘是一個進磁區 一個manage dipole來計算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這個磁場的大小 只有這樣子而已 更不要說我今天在接收磁場的地方 通常會不是在體表 會稍微再遠一點點 那越遠的話呢 磁場就會越小 因為我們知道 四偶期所產生的磁場強度 跟距離的三四方程反比 OK 所以越遠就會越小 換句話說其實你幾乎感覺不出來 就算你今天進了MRI裡面 你還是感覺出不出來 你有變成萬死亡的感覺 OK 好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 你要做MRI的話呢 為人要產生這個訊號源呢 你需要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強的磁鐵 絕對不是那個可以貼在冰箱上面 那種小磁鐵可以用的 因為強度是必須它的幾萬倍之多 或是幾千倍之多 至少是這樣子的scale 除此之外呢 因為你要把你想要成像的物體 擺放在這樣子的磁場底下 所以呢 你這個磁鐵非得要非常大不可 因為你今天想要造的東西是人 所以你必須要把人 塞到這樣子的強大的磁場裡面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高的技術門檻 你要一個很強的磁場 而且這個磁場要夠大 那我們都知道 你今天要製造的磁場的範圍 就是這個機器越大的時候 你要產生高磁場 你要產生磁場強度大 就會變得更難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做呢 來回想一下我們怎麼樣產生磁鐵的 通常不外乎是這兩個方式嘛 第一個我直接拿鐵磁礦 磁鐵礦經過適當的虛名之後 把裡面的磁性分子把它順向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永久磁鐵了 對不對 各位的那個磁鐵石大概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製造而成的嘛 對不對 不然呢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OK也就是用電磁鐵的方式 你可以線圈通電就產生磁場 你要很強的磁場是不是 好多繞幾圈 不然呢電流大一點 電流越大線圈密度越高 所產生的磁場就越強 那請問一下MRI的磁鐵可以用這兩個方式來做嗎 答案其實是可以的 曾經有人這樣做過 來最早的MRI其實是用永久磁鐵來做的 但是為了要做這個磁場 磁鐵來講的話 各位都知道那個尺寸其實要是非常非常大的 首先呢這外面這些地方都是我們的生鐵 都是我們的鐵 OK 那多大呢 要裡面能夠擺上一個人 OK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其實是 它的尺寸這個dimension大概是幾公 公尺計 以公尺計的 那各位如果有拿過純的鐵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 沒有拿過的話可以去健身房拿一下 那個雅銀 很多都是生鐵 你可以拿一下 你就知道它的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小小的一塊雅銀 可能就已經好幾公斤重了 OK 更不要講這麼一大塊的機器 OK 你要能夠產生那麼強的磁場 你要使用的這個鐵的量 還有密度一定要非常 純度一定要非常的夠才行 所以往往做成MRI的時候呢 它大概重量會非常非常的重 不過重呢大概是幾十噸 幾十噸的重量這麼重 講幾十噸可能各位沒什麼感覺吧 一般來講的話 那種鑲型的小客車 就是轎車來說的話 一台大概是一兩噸 所以就等於幾十台轎車疊起來的重量 或者是一台大吊車的重量 各位有想到什麼了嗎 當你的MRI的scanner那麼重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把它吊進來 它的重量跟吊車一樣重呢 OK 所以它還不是普通的吊車可以吊起來 是非常特別的吊車才吊起來 所以這一種 使用永久磁鐵做成的MRI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在運送安裝上面都會非常的麻煩 因為實在太重了 安裝的地方也非常的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太重了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太重所以沒辦法安裝 我告訴各位 如果今天我們在這個教室旅行 放一台MRI的下場 可能就是你的地板會破一個洞 直接掉到地下室去 因為每一個建築的樓層 樓板它其實都是有去計算 它能夠耐重的程度的 沒有經過特殊計算 沒有經過特殊的這個建築的話呢 我們的樓板的耐重程度 都沒有辦法承受像這樣子的MRI Scanner OK 所以如果它今天放在二樓 就直接掉到地下室 放在八樓也一樣直接掉到地下室去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好 那即便它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它可以達到的最大強度 大概只有0.3個Tesla 跟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臨床上常用的1.5Tesla 其實還有5倍的差距 所以很可見的 這只是留在歷史當中 也現在已經很少人用這樣子的技術了 好啦 那我們再想看看 既然第一條路走不通 那我們看看第二條路 能不能走得通吧 使用電磁鐵 灌入電流 那我們剛剛說過 你想要磁場大一點是吧 那我就線圈多一點 變流大一點 總行了吧 OK 用很多環狀的線圈 或是一個單一的螺線管的線圈 讓人躺進去 那在這一個裡面 就會產生一個跟人體平行的磁場 沒錯吧 或是在右邊這個設計裡面 它甚至把那個線圈去繞鐵芯 加強磁場密度 打開磁力線密度 所以在上下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的上下部分 產生一個比較強的磁場 好 普通問題來了 在這樣子的設計裡面 的確解決剛剛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重量 因為它所需要的鐵 沒有那麼多的嘛 對不對 基本上只有繞線而已 可是呢 問題出在 你想要更高的磁場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 你就必須要灌入更高的電流 對不對 灌入更高的電流的意思的話呢 代表什麼 我們在把電流灌進去導線的時候 只要是灌進去 任何一個電阻不為零的地方的時候呢 它都會產生能量的消耗 會轉變成熱能 對不對 電流越強的話 熱能就會越高 何況你現在電流要非常非常非常大 所以即便你灌進去的是 導電性非常好的銅線來說的話 它還是會有一些電阻效應 所以它還是會產生很高的熱能 那這個熱能很有可能 會讓這個導線的溫度 超過了它的溶點 這是很危險的事喔 想像一下你在裡面 做到一半那個導線融化了 OK 所以聽起來就非常的驚悚 所以這個其實 到最後發展到一個極限 它大概能夠抵達的 最高的磁場的強度 大概也只是零點幾個Tesla而已 一個Tesla就都不到 糟糕了 兩條路都不行了 那現在到底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產生現在臨床上的MRI的 其實它是有一點類似 像第二條路 它也是用電磁鐵 它也是把電流灌進去電磁鐵 來產生磁場 只是它使用的電磁鐵 非常的特別 它使用的是超導材料的電磁鐵 各位聽過超導體嗎 超導體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們科學家發現了 在某些特定的狀況之下的某些材料 它可能 會有一些通電之後 電阻為零的現象 完全沒有電阻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銅線 只是電阻很低而已喔 電阻非常非常低喔 可以低到在一般的狀況下 可以忽略 我們現在講的超導體是完全沒有電阻 完全沒有電阻的話 放一句話說 你今天電流只要灌進去之後 你完全不用動 電流就在裡面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只要它是一個Crossing Loop 它就會一直流 而且因為沒有電阻 電流沒有消耗 對不對 電流沒有消耗的話 那它就一直在裡面流動 所以它很大好處耶 你不用 你不用額外再去一直補充電源耶 所以它其實並不耗電 因為你只要充完第一次就好了 它就會在裡面一直流 可是問題在於這個東西好像很神奇對不對 但是在於說它的超導特性 其實是很難達到的 我們發現了這個特殊的條件呢 就必須要在非常低的溫度 才有這樣子的現象 多低呢 通常只有幾度的絕對溫度 幾度絕對溫度喔 不是攝氏溫度喔 絕對溫度的零度等於零下-273度 OK 那通常來講超導特性只會出現在10K以下 大概1990年代的時候我們發現了 某些超導的材料 居然它的超導特性在幾十K的時候還有 我們就非常高興稱之為高溫超導體 可是所謂的高溫超導體 不是像現在太陽這麼熱的這種高溫喔 不是喔 是幾十K喔 所以還是零下大概200度左右 OK 那個叫高溫超導體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今天要有超導特性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通常來講 我們為了要維持這個超導的這個條件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這些材料浸泡在液態氦裡面 因為我們液態氦 液態氦的蒸發點的話是-269度 也就是只有絕對溫度4度而已 那你把這個材料浸泡在這個液態氦裡面的話 就確保了你的溫度一定會比它低嘛 不可能比它高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保證它一定在你的超導條件底下 那除此之外我們必須要做到非常好的隔熱 以免裡面的液態氦氣化變成氣態 那就不見了 不見了裡面的那個超導的線圈就變成一般的線圈了 那MRI就不能用了 所以這個地方都要做真空的隔絕 可以每一層都要做真空的隔絕 此外外層通常我們還會加上液態氦 液態氦的溫度沒有那麼低 大概是-196攝氏而已 攝氏-196度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 雙層夾起的狀況 可以盡量減少液態氦的損耗 OK 所以才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超導線 超導一個狀態 在這樣子的scanner底下 我們可以產生的磁場強度 可以到達8個Tesla以上 甚至10個Tesla以上 以整體可以做的 可以操作的這個MRI scanner的話 現在最高大概是7個Tesla 那如果說不用人體 只要做動物實驗的話 因為動物實驗的 需要的這個尺寸是比較小的 所以 比較容易產生高磁場 大概已經可以到10幾個Tesla 好 所以各位都知道 今天在買MRI的時候 並不像買一般的3C產品那麼簡單 買來馬上開機 電源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沒那麼簡單 因為通常來講 我們超導體在運送的時候 不會把你的超導體 都已經設定好 液態蛋液態 全部灌好才送過來 沒這回事 因為這樣風險太大了 萬一你灌到 運送到一半的時候 如果漏掉怎麼辦 所以它其實是把整個殼 整個導線 OK分別運送過來 安裝好以後才開始灌這些液態氣體 然後開始慢慢的降溫 好然後再導入電流 進入超導狀態 OK所以安裝上面 其實是很複雜的 是要這樣子整個 先把材料全部 半成品運送過來以後 再慢慢安裝 此外你也可以看到 即便是半成品 這個大桶子 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們剛剛說尺寸 大概是在公尺為單位 兩三公尺這樣子的一個scale 那 各位可以看 請問各位有看過 兩三公尺大的門嗎 在醫院裡面 除了那個大門 應該沒有地方的門 是兩三公尺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直接把它送進去 你不能把它切一半啊 所以我們的方法是什麼 把牆打開來 OK 所以你要安裝這個機器的時候 其實它過程會比你想像的辛苦蠻多的 OK 我們其實是會有準備一個特別的 MRI scanner的這個room OK 所以我們會先把牆壁 弄開來 Scan了進去 再把它封起來 而且要避免這麼大的磁場 對外界這些設備的影響 我們知道磁力線如果出來的話 就會影響到電子設備嘛對不對 因為它會在所有的導演上面 產生這些電流或是吸引力 羅倫智力這樣子的 所以會影響到這些電子設備的運作正常 因此呢 這個房間還是特製的房間 因為它必須要隔絕這些市場 OK 隔絕外界對裡面的干擾 也隔絕裡面對外界的干擾 你看彼此的干擾是要隔開來的 所以做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容易 好 所以這個全部包裝好以後 各位就會看到 現在這個Scaner就有1.5T的選擇和3T的選擇 一般來說3T當然這個就是比較高階的精細造價也會比較貴 因為它可以提供的遜雜比幾乎是1.5T的兩倍這樣子 不過這兩種不同的Scaner 從外觀上面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比如說3T就是兩倍大 沒有這樣子 所以其實從外觀是看不太出來的 那現在在全世界有能力做出 這種臨床使用的核子共振儀的公司並不是很多 那只有三家公司的技術是處於比較領先的地位 大概就是一個就是我們上面看到的GE GE是美國公司 奇異電器 那再來的話是德國的SIMENS 那還有一家是荷蘭的菲利浦 OK大概就只有這三家公司而已 各位熟悉的那些Toshiba Hitachi 他們有在做 但是他們的水準可能都離這個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一般醫院在採購的時候 都是只有以這三家廠牌為主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是因為它的門檻很高而導致的一個現象 那一般來講我們看到的Scaner 會像剛剛這種就是一個孔洞的 那所以受試者的在那個掃描的過程當中 大概就是先躺上這樣子的平板 然後呢再送進去磁體內部 OK那根據你今天想要掃描的位置來決定你送進去的深度 因為整個磁體的中心呢是磁場最強的地方 通常是這個樣子的 OK所以送頭就進去一點 照頭的話你就送進去一點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照心臟的話再更進去一點點 那如果是腹腔的話呢就要再更進去一點點 類似像這樣子的 不過在這樣子的設計底下呢 可能有時候會造成一些病人的不適感 因為像主要就是有一些人會有一些幽臂恐懼症 所以在密閉空間裡面他可能會覺得緊張會覺得躁動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其他開放式的所謂開放式的MRI 也就是說它的造型來講呢 它有比較多的open area 讓你不會覺得好像受限在裡面這樣子 那像這種開放式MRI除了能夠讓你看就是 比較不會受到精神上視覺上的壓迫以外 還有一些另外的好處就是他可以調整受試者的知識 OK 為什麼受試者的知識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想要看的一些症狀呢 它可能會跟知識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在做MRI的一個很大的族群呢 是因為你的神經有莫名的一些痛感而去做的 去看那個神經到底有沒有受到疾破 比如說莫名的下背痛等等的腰痛 OK 可是問題呢 這種神經的壓迫而引發的這種疼痛 通常只有在特殊的知識 尤其是站姿的時候比較容易發生 因為在站立的時候 你的脊柱所受到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那如果像剛剛都是躺著坐的話 那我都很輕鬆啊 對不對 根本不會有壓迫啊 那沒有壓迫 我怎麼知道今天問題到底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OK 所以有各種不同型態的這個MRI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由於超導磁鐵的MRI 能夠產生比較高的一個主磁場強度 所以這個算是現在臨床上的主流 大概 買100台的話 100台都是超導磁鐵吧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Roughly來講的話 磁場越強 你能夠得到的訊號就會越好 大概是跟我們磁場強度會成正比的 那即便現在超導磁鐵 超導磁鐵其實不是那麼的容易 不是那麼穩定的狀況之下呢 由於商業上的需求 所推動的技術的發展 所以現在幾乎都是使用超導磁鐵 來超導的電磁鐵所產生的這樣子的一個MRI scanner OK 不過請注意一下 它還是蠻重的 即便它只是用電磁鐵的方式 為什麼會很重呢 因為它還是需要有一些shelding 避免這些磁力線的一個wide load 所以它的重量大概還是在幾噸左右 所以它還是算是蠻重的一個scanner 蠻重的一個machine 所以基本上你在醫院裡面看到的MRI 它出現的樓層大概只有兩種 一個是一樓 一個是地下室 不太可能會有在其他的地方 不過雖然說不太可能 台灣就是有這種例外 就是有一些地方的MRI scanner是在二樓的 真的也是很特別就是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訊號的一個來源的部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應該講的是reson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可能不是十分鐘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部分 留到下禮拜再一起說 跟後面的這個影像編碼一起說 OK 我們今天就三號這個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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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